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原。 常存人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认为。 孝道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普遍认为孝顺是所有好行为的前提, 一个懂得孝顺老人的人在哪里都会受到别人尊重。 孝顺父母的方式有很多,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 所作所为是否对父母有益, 然而社会上总有些人披着大意的皮, 指责那些尽心尽力孝顺父母的人, 自己却什么也不做。 姜敏就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姜敏有一个姐姐叫姜敏, 比她大三岁,很早就出嫁了, 出嫁后的姜敏很少回家, 对父母也一直都是不闻不问的样子。 姜敏认为,弟弟是家里的男丁, 就应该承担起善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姜敏结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就只生了母亲一个人, 她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家住, 跟妻子商量后就把母亲接到了家。 对此事,姜敏的姐姐也没有任何表示, 只是偶尔会问候母亲两句, 顺路的话可能会到姜敏家中看看母亲。 直到后来母亲瘫痪在床, 姜敏才去得多了几次。 母亲瘫痪后一直是姜敏和她妻子在照顾, 不过姜敏和妻子两人都是有正式工作的, 经常请假也不好, 姜敏的妻子就提出给母亲请个护工, 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少, 还是能够负担得起这部分费用的。 姜敏也觉得请个护工照顾母亲更好, 毕竟人家比较专业, 肯定会比她和妻子照顾得更周到。 请了护工后, 姜敏夫妻两人的确轻松多了, 最起码不用时常跟领导请假, 还总是迟到早退了, 要不然他们两个估计过不去一个月就要被炒鱿鱼了。 过了两天, 姜敏的姐姐姜敏到他们家看望母亲, 当时只有姜敏的妻子一人在家。 姜敏看到了他们给母亲请了护工, 问是谁出的主意, 姜敏的妻子直接就告诉姜敏, 是她的主意, 她和姜敏两个人都有工作, 不能每天无时无刻地照顾母亲, 请个护工也放心。 姜敏却指责姜敏的妻子不孝顺, 根本就是不想好好伺候, 现在护工虐待老人的新闻那么多, 居然还敢请护工, 要是她自己的母亲病了, 肯定是宁可辞职, 也会守在床前。 姜敏一直叫嚷着, 这就是婆婆和母亲的差别一类的话。 姜敏的妻子早就看她这个大姑姐不顺眼了, 自己母亲病了, 既没出一分钱医药费, 也没出力, 伺候过一天, 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指责她请护工。 姜敏的妻子跟姜敏大吵起来, 一直吵到了姜敏回来。 姜敏见弟弟回来了, 就开始当着弟弟的面纸, 择递媳妇不孝, 没有照顾好母亲, 现在关于护工的负面心能那么多, 居然还敢请护工来照顾母亲。 姜敏听了两人的对话, 直接就把姐姐姜敏赶了出去, 并且告诉姜敏, 明天就把母亲送到她家里去。 姜敏有些震惊弟弟的做法, 又开始嚷嚷着姜敏娶了媳妇忘了娘, 两人不孝顺, 请护工伺候母亲一类的话, 嚷嚷的声音很大, 周围邻居几乎都听见了。 第二天, 姜敏一大早就到了姐姐姜敏家, 姜敏开门之后, 发现来的不止她一个人, 还有坐着轮椅的母亲, 以及一堆行李, 都堆在了她家门口。 姜敏想起了昨天姜敏说的那句话, 她一直以为姜敏说的是气话, 毕竟母亲一直都是由姜敏负责照顾的。 姜敏告诉姐姐姜敏, 给她机会尽孝, 以后都不要再去找她们夫妻了, 然后转身就走。 姜敏没想到姜敏是来真的,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她总不能把母亲扔在大街上不管啊, 门口堆了那么多东西, 已经开始有邻居来说三到四了, 姜敏只能叫来丈夫把母亲抬进去。 姜敏的丈夫看着此情, 此景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让姜敏自己想办法, 要不把母亲弄走, 要不她自己和她母亲都搬出去住。 姜敏没料到自己的丈夫会如此无情, 虽然这些年她们不经常回家, 可是那也是她的亲生母亲了, 而且两人每次回家, 母亲都会做丈夫爱吃的菜, 把她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现如今母亲定成这样她不仅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还想连她一起赶出去。 姜敏开始有点后悔了, 如果当初她对母亲和弟弟好一点, 不那么刻薄, 现在是不是就不会闹得那么难看?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 有人觉得陪在父母身边让父母开心最重要, 有人觉得挣钱让父母过上好生活更重要, 每一种都是孝, 每一种都有利有弊, 可是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父母能够更好。 通过这个故事, 也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道理。 一、真正的孝顺, 不是看一个人说了什么, 而且看他做了什么。 父母是我们最亲的人, 他们为了我们的成长, 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当他们老了, 走不动了, 也干不动了, 就需要我们去照顾父母,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 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 孝顺父母, 最忌讳的就是光说不做, 这种情况在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里 很容易出现, 一方只会动动嘴皮子, 另一方明明为父母做得更多, 却总要被挑三拣四, 什么都不做的一方 反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可是光凭一张嘴, 不能让父母常乐安康, 健康快乐。 当父母生病了, 需要的不只是金钱, 还有子女的陪伴, 大概只有这种情况下 才能看出来 谁才是真正的孝顺, 孝顺不是说出来的, 是做出来的。 在指责别人之前, 先反省一下自己 都为父母做了什么, 同样都是父母的孩子, 没有谁就要比谁多承担一点。 我们赡养父母 不只是被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更多的是血缘与亲情上的牵绊。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二, 与兄弟姐妹和谐相处, 孝顺父母, 生活才能如意。 兄弟姐妹本应该是除了父母以外, 我们最亲密的人, 彼此间互相帮助, 一路扶持着对方,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可是现在许多家庭却是兄弟反目, 同事操割, 视若路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父母的偏心, 家产的分割, 伴侣的挑拨, 这一切都是影响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因素。 可是说到底, 还是要看自己的想法, 看自己是否重视与兄弟或者姐妹之间的感情。 其实, 有一个能够相互扶持的兄弟姐妹, 远比眼前那点赢头小利要重要。 打个比方,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如果在婆家受了气, 当父母不在了, 如果她有一个相处得很好的兄弟或者姐妹, 至少还有人可以为她出头。 所以, 不要轻易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和气, 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是我们的幸运, 毕竟父母终究会离开我们, 兄弟姐妹是我们慢慢人生路上 能够彼此扶持的人。 亲兄弟姐妹是血浓于水的,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血脉相连的, 应该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而不是针锋相对的长矛。 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 失去了人生路上重要的人。 只有与兄弟姐妹之间和谐相处, 共同孝顺父母, 家庭才会和睦, 家只要不散, 生活就会越来越好。